如果你在七十至七十五岁 还能做到以下八条 你就很了不起了 人生七十古来兮 抛制流光与愿违 我们都想活久一点 但是事与愿违 很多人都活不到七十岁 更难过的是 有的人活到了七十岁 但是很快就进入苟延残喘的阶段 身体都被人家搬来搬去 自己要干啥都做不到 也许你会发现 七十岁到七十五岁是一道坎 熬过去了 还能很顺溜地活到八十岁 观察一下自己 若是能够做到以下几条 那就很了不起了 值得庆幸 一 身体还行 饮食起居都能自理 健康对于老年人来说 是最大的福气 一个人端晚吃青菜萝卜 也比请一万块医院的保姆 来喂饭 更强一些 身体好 一方面是自己的日子舒服 一方面是不会拖累儿女 谁都不希望自己成为儿女的累赘 就只有在爱护身体的前提下 才能如愿以偿 身体好 自己做饭 买菜 做家务 甚至都能帮儿女做点什么 活动了筋骨 也体现了价值 二 老伴还在 并且是原配的 网友 小兰 说 我七十多岁了 还骑着电动车 去送娃上学 顺便买菜回来 做饭 洗衣 拖地 回头还做饭 给老伴吃 老伴都在享福 我在吃苦 累不累 值不值 很明显 在网友的语气中 能感受到一丝骄傲 因为有老伴 觉得自己做什么 都有底气 也许老伴帮不上什么忙 但是他在 这个小家庭就在 相对而言 原配的老伴 那就比半路夫妻 更好一些 大家一路走过几十年了 知根知底 也虚寒问暖 彼此变成了对方的保姆 但是累也快乐 三 神志还清 看得清外人的忽悠 稀里糊涂的老人 还真的不少 稍有不慎 就被外人忽悠 买了什么理财产品 或者去用了什么保健品 一系列的开销下来 老人的家底就掏空了 更可怕的是 老人因为被骗 还蒙在鼓里 做出一些伤害家人的事情 七十岁之后 可以装糊涂 但是千万别真糊涂 对于外界的一切 看得清清楚楚 遇到什么事情 立马就能清醒地意识到 会有什么不好的结局 如应对 从而防止被骗 也拒绝了封建迷信 四 钱财还够 不要伸手向儿女讨要 人啊 不怕钱财用不完 就怕人还好好的 钱财就没有了 虽然老人可以向儿女要赡养费 但是儿女年年岁岁都要给 也会烦躁 尤其是儿女负债累累的时候 失业的时候 给钱是不够痛快的 人老了 但是有退休金 有一笔存款 也能自己管理 那就不太麻烦儿女了 当然 有自己的房子就更好了 能够不看儿女的脸色 也不要寄人篱下 未来 也许要活十几年 别以为花钱是小树木 靠自己 儿女适当帮衬一点 大家不会因为钱财而争吵 不会有经济负担 五 沟通还能 和儿女没有产生太大矛盾 很多老人 一开口就让人讨厌 因为老人说的 都是 想当年 或者是一些古老的话 和时代格格不入 也显得封建 人老了 还怕聊天的时候 非常固执 反正是由言不尽 能够沟通顺利的老人 都是懂得变通 有很强共情力的人 想一想 儿孙凭什么对老人好 有句话说的好 这世界上所有的利益价值 都是暂时性的 你只有提供稳定的情绪价值 才能让人信任你 依赖你 离不开你 当老人可以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 在大家难受 失望的时候 给予力量 而不是唠叨抱怨 情况就好多了 六 学习还勤 出门能够很顺利 读书使人进步 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很多老人 出门后 两眼一抹黑 看不到路牌 不懂得用手机查询情况 也不知道如何买单 老人不一定学天文地理 但是学一学社交方法 出门技巧 总是可以的 真的不要拿起手机 就是看无聊的段子 还人云亦云 而是看正规的网络 知道如何缴纳煤气费 电费 并且都用手机完成 对于老人来说 也是生活顺溜了 七 爱好还有 生活从来都不会无聊 到了七十岁 要去做剧烈运动 还真的行不通 就是跳广场舞 也不一定适合 一部分老人 不能久坐 打麻将是不可取的 因此 老人有好的爱好 让自己的日常 变得丰富多彩 这是很有必要的 老人不一定苛求 自己喜欢什么 下棋 绘画 唱歌 钓鱼等 适合自己的爱好 就是最好的爱好 古人云 人无匹 不可教 有爱好的老人 值得大家交往 而以懂得自我欣赏 八 内心还宽 懒得和别人 互相攀比 都说 老小老小 老人到了一把年纪 难免会气度小 格局小 心眼小 反过来看 就是脾气大 不讲理 讲不通 若是一个老人 能够放宽心 那是很难得的 在平时的生活中 能够接纳别人的不完美 也不嫉妒人家的优秀 还不因此贬低自己的孩子 抱怨自己的收入 烦恼自己的未来 任何一种状态下 平平淡淡地过日子 把当下当成最好的一天 七十多岁 在当今社会 还真的不是特别老的人 但也不能麻痹大意 为所欲为 管好自己的余生 持续给家人更多好的情绪 给外人一份善意 携手爱人 那就幸福感会越来越强 人老了 也是人 是人就得好好活 儿媳求婆婆帮忙带孩子 一个月给八千块 婆婆 对不起 我不伺候 女人结婚后 最难的那几年就是怀孕 生孩子 带孩子 每个女人都是第一次当妈妈 没有经验 遇到很多 没经历过的问题 就会手忙脚乱 如果这时候 婆婆肯帮衬 自己一把 不管是出钱 还是出力 或者分享自己带孩子的经验 儿媳都会感激的 五十四岁的蔡阿姨 当了十几年的保姆 也曾做过月嫂 儿媳怀孕后 蔡阿姨不希望 儿媳第一次当妈妈 就手足无措 所以 儿媳生产前一个月 蔡阿姨就辞职在家照顾她 孩子出生后 蔡阿姨更是尽心尽力 关心体贴儿媳和孙子 可一个月后 蔡阿姨却不愿意照顾 儿媳和孙子了 儿媳着急不已 提出每个月 给蔡阿姨八千块钱 希望她把孩子带到一周岁 蔡阿姨气愤地说 不带 给多少钱都不带 来自蔡阿姨的字数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 我正在城里 一户人家做保姆 每天负责买菜做饭 打扫简单的家务 我本来想辞职 专门回去照顾 儿媳妇的日常起居 儿子说他不想 和老人住在一起 让我努力挣钱 等儿媳妇生产钱 再去照顾他 我知道儿子和儿媳妇的顾虑 儿子结婚时 儿媳妇明确告诉我 我只有一个儿子 他不希望 刚和我儿子结婚 就背着债 所以他们婚房的房贷 由我还 我一个月的工资 有六千多 去掉房贷 还能剩下两千块钱 只要我省吃俭用 这些钱足够我花的 我觉得我的早晚 都是我儿子的 能帮他们年轻人 分担压力 他们记着这份恩情 等我们老了 自然会善待我们 我不爱说话 但做事勤快 所以工作比较稳定 儿媳妇预产期前一个 我辞职的时候 雇主很舍不得我 让我将孙子带大一些 再去他家里工作 我很感激 遇到这么好的雇主 虽然我也舍不得 可儿媳妇和孩子更重要 我做保姆十几年 也曾做过一段时间的月扫 月扫的工资 虽然高 但是太累了 看似要只照顾产妇和孩子 可一天忙碌下来 只能睡几个小时 睡也睡不踏实 孩子只要哭了 我就要醒来 看看孩子是饿了 还是哪里不舒服 做月扫没几个月 我瘦了十几斤 睡眠质量也变差了 所以后来我又继续当保姆 虽然保姆的工资 没有月扫高 但是晚上可以睡个好觉 因为照顾过产妇和孩子 我有经验 所以这次儿媳妇 做月子就由我来照顾 我辞职回儿子家后 每天早起负责一家人的饭菜 保证营养搭配均衡 让儿媳能吃饱 也不用担心太胖 儿媳妇月份大了 弯腰不方便 每天出门 我会帮她穿鞋 系鞋带 吃饭时把饭菜端到她跟前 儿媳妇经常说 她感觉自己就是一个生活 不能自理的宝宝 时刻离不开我 我和儿媳妇感情很好 我不爱说话 但眼里有活 自从我来到她家 就不停地洗洗刷刷 儿媳妇每天换洗的衣服 我都用手洗 儿媳妇觉得我好相处 也很喜欢我 儿媳妇说 我没来之前 她担心和我触不来 还特地和儿子商量 要不要请月嫂 然后找个借口 让我回老家 现在看到我既勤快 对她又好 心里她是多了 我知道 儿媳妇这番话 是故意说给我听的 意思是我只要对她不好 她就让我回老家 不让我见孩子 只要我勤快能干 她就让我继续住在这个家 当时我心里五味杂陈 我把儿媳妇当女儿一样疼爱 但是在她眼里 我就是个外人 虽然我心里难过 可她毕竟是我儿媳妇 我就告诉自己 月子里好好表现 只要我真心对她好 她也会真心对我的 儿媳妇生产时 需要的所有东西 都是我买的 她生孩子的费用 也是我出 好在她顺产 在医院住了两天 只花了两千多块 孙子出生时 有轻微的黄胆 睡觉也不踏实 我每天忙着做饭 做家务 带孩子 还专门给儿媳妇 做她吃的饭 忙得团团转 好几次吃饭的时候 我吃着吃着 就睡着了 而媳妇比较懒 我来她家之前 家很乱 脏衣服堆成堆 没人洗 我知道 她坐月子时 我会累一些 只是没想到那么累 而媳妇吃饭时 我把饭菜 端到床头跟前 她说 她月子里不能受累 让我喂她吃 而媳妇年轻 体质也好 其实可以自己吃饭 不过 我想 她是独生女 娇气歇业正常 就每顿饭都喂她 而媳妇嘴巴很挑 她不喜欢吃清淡的蔬菜 喜欢吃鲤鱼 但不喜欢挑鱼刺 每次吃饭之前 我都要带着老花镜 把鱼刺挑出来 等鱼刺挑好了 鱼也快凉了 我把鱼热好端给她吃 她就向儿子告状 说我做饭太磨蹭 是不是不想 给她做饭 故意拖延时间 我不想在儿媳妇月子里 和她吵架 心里委屈 只能忍 儿媳妇产后一周 可以自己去厕所 可她太懒 每次去厕所 都让我儿子抱着她去 儿子力气大 能暴动她 可我比儿媳妇瘦二十多斤 就算背也背不动她 儿媳妇不愿意 自己去厕所 我只能买个尿筒 在屋子里 每次她上完厕所 我再拿出去刷干净 我觉得儿媳妇太矫情 她这么年轻 就这么懒 要是上了年纪 谁愿意伺候她呀 可我只要在儿子面前 说一句儿媳妇 有点懒的话 儿子就说 我对儿媳妇有偏见 我是来照顾儿媳妇 和孩子的 只要做好 我应该做的事就行 其他的不要管 也管不着 白天累些还好 到了晚上 我就烦了 孩子哭了 哪怕只是哼唧一声 她都要喊我过去看看 夜里我 好不容易休息一会 她一小时能喊我两次 我去慢了 她就不高兴 说孩子都哭了 我这个当奶奶的 也不心疼 我让孙子跟我睡 这样她就能休息了 她不同意 说孩子要是跟我睡 就跟她不亲了 可儿媳妇白天睡觉 晚上玩手机 她熬夜到两三点钟 都不睡 我上了年纪 熬不住啊 照顾儿媳妇不到半个月 我睡眠不好 黑眼圈很重 记忆力也不好 有几次做饭的时候 忘了放盐 我却以为我已经放过盐了 我为这件事很内疚 我是来照顾儿媳妇和孙子的 结果做饭都做不好 我担心儿媳妇生气 儿媳妇嘴上没说什么 可没过两天 她亲妈突然带着行李 住进来了 亲家说她 只有一个女儿 女儿坐月子 她可不能让女儿受委屈 我以为亲家这次来 是帮我搭把手 照顾儿媳妇和孩子的 谁知她是来挑刺的 儿媳妇十点多钟才起 我八点半做饭 做好饭正好端给她吃 亲家来了 却早晨五点半 就喊我起床去买菜 说早上的饭菜新鲜 她喊我起床 但是她不去 亲家还列了单子 把买的菜都记在本子上 那些菜都不便宜 我手里的钱不多 买的时候都咬着牙付钱 花钱倒还好 我生气的是 儿媳妇快买月时 亲家旁敲侧击 问我手里攒了多少钱 现在儿媳妇和儿子 有了孩子 正是花钱的时候 我作为婆婆和孩子的奶奶 应该帮衬他们 这个小家庭 我告诉亲家 我手里没有多少钱 丈夫去世的早 我这些年存的钱 都给儿子买房了 我还要还房贷 哪里还有钱呢 亲家却说 我每个月手里 能剩两千多块 我一个人生活 雇主家管吃管住 我平时也花不到什么钱 不如以后发了工资 把这些钱都给儿媳妇 我要是不放心 都给我儿子也行 我看了一眼儿子 儿子站在旁边低着头 一句话都不说 我仔细回想了 我照顾儿媳妇 坐月子的这段时间 我就像一个免费的保姆一样 为这个家出钱出力 可是没有人看到我的好 他们还恨不得 让我拿出棺材本 贴补他们 我太心寒了 第二天一早 我早早起床收拾东西 离开了儿子家 亲家和儿子 以为我早已去买菜了 但是到了早晨九点 我还没回去 儿子这才给我打电话 问我去哪了 怎么还不回去做饭 我告诉儿子 我已经完成了 作为母亲的责任 我没义务帮他还房贷 也没义务给儿媳妇做保姆 以后我们各自过好 各自的日子 我不会再帮衬他了 儿媳妇和亲家 气得在电话里 骂我没良心 我要是对儿媳妇不好 等我老了 他才不会管我 我心想 我还没老 他们就对我不好 等我老了 还能指望他们吗 我走后 亲家帮儿媳妇带孩子 他享福享惯了 没受过累 只照顾儿媳妇和孙子几天 就累得腰酸背疼 抱怨儿媳妇和孙子是多 太难照顾 亲家找个借口回家了 儿子每天要上班 还要做饭 带孩子 压力很大 他不想这么累 故意下班十晚回家 儿媳妇一个人带孩子 累哭了好几次 前几天 他哭着给我打电话 希望我不要和他一般见识 他知道我的好了 希望我能回去帮他带孩子 他可以给我开工资 等孩子一岁了 我再继续上班 我告诉儿媳妇 我不去帮他带孩子 就算他一个月给我八千块 我也不去 我不傻 他去帮他带孩子 不仅一分钱拿不到 还要倒贴钱 我还年轻 在工作十几年 手里攒点养老钱 自己一个人生活 比给他们做牛做马强多了 成年人最大的 觉醒 看人要准 内心要狠 处事要稳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 没有那么多的天真 纯粹 有的只是利益的争执 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比拼 刚踏入社会的时候 每个人都对江湖 有着无比热忱的期待 认为世道美满 人性本善 重情重义等等 在江湖中经历了一番 才发现 貌似现实中发生的 跟我们想象的 相差甚远 人性 不仅有善良的一面 还有奸恶的一面 更有复杂的一面 世道 也并不是美满的 而是残酷的 圣者可以通吃一切 败者只能被无情吃掉 人与人之间 强弱分明 阶层分明 贫富分明 按照天真的想法混江湖 迟早有一天 会被江湖吃得 连骨头都不剩 成年人该理性一点了 成年人最大的觉醒 看人要准 内心要狠 处事要稳 一 看人要准 看清人心 摸透人性 所谓 察言观色 老祖宗认为 人在江湖打拼 首先就需要具备 看人识人 本事 对方有什么目的 心性如何 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 在职场中 某个同事突然间对你特别好 你会有什么感觉 如果你是老实人 就会觉得对方很善良 如果你是老江湖 就会感觉不对劲 觉得别人善良的老实人 一般都会被人利用 拿捏 成为别人的盘中餐 因为他们看不透人性心理的本质 不就 人善被人欺 了吗 觉得不对劲的老江湖 一般都能躲避别人的算计 真正做到保护自己 因为他们看透了人性心理的真相 可以通过各种手段 规避别人的套路 不说其他 就说 保护自己 这件事就需要我们具备 看人识人的本事 对方是人 还是鬼 是朋友 还是敌人 是君子 还是小人 我们都要分辨清楚 虎豹不堪其 人心隔肚皮 险恶的人心 比豺狼虎豹还要可怕 如此 先学会看人识人 再调整相处的策略 才是上策 二 内心要狠 雷霆果断 不再犹豫 为人处事 最忌讳的 就是富人之人 犹豫不决 对小人心软 就是对自己残忍 总是摇摆不定 就容易自食苦果 东汉末年 军阀割据 其中以四十三宫的袁绍 最为强大 占据北方大片领土的袁绍 虎视天下 有着统一四海 称王称帝的野心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 袁绍跟曹操展开了决定北方未来的大战 官渡之战 一开始 袁绍稳站上风 将曹操压得死死的 不给曹操喘息的机会 从表面上看 袁绍胜券在握 可袁绍犯了一个错 富人之人 犹豫不决 缺乏一定的执行力 导致袁绍错失先机 许优出逃 给了曹操火烧乌朝的机会 赢得了官渡之战的曹操 如此评价袁绍 袁绍色力胆薄 好谋无断 干大事而牺牲 见小力而妄命 非英雄也 所谓的好谋无断 就是说此人爱用计谋 但缺少决断 时机稍纵即逝 倘若总是犹豫不决 陷入到 选择综合征 当中 那迟早要完蛋 三 处事要稳 稳自当头 留有余地 如今大环境的整体方针 就是稳自当头 为什么要强调 稳 唯有稳定了 才能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整体如此 个人也需要如此 普通人所追求的 不是什么大富大贵 也不是什么有权有势 而是让自己的人生稳定下来 给自己留有后路 余地 一个家庭 既没有存款 也不够稳定 倘若狂风暴雨降临 这个家庭就会倒霉 倘若全家人都生病 一毛钱都拿不出来 这个家庭就只能等死 反之 一个家庭 既有存款 也足够稳定 哪怕狂风暴雨降临 也能稳如泰山 屹立不倒 在这个年头 谁稳定 谁就是最后的赢家 普通人如何做到稳呢 主要有三点 首先要谨小慎微 时刻警惕 其次要有最好的准备 以及最坏的打算 第三留有余地 切勿极端 对此 有的人会说 难道就不能冒险吗 富人有钱 怎么冒险都没问题 因为他们输得起 普通人 也就只有一点保命钱 根本就输不起 写到最后 说到底 成年人就需要做到这三个字 准 狠 稳 看人要准 是为了搞清楚 身边人的性格 目的 追求 心性 以此来调整自己的社交策略 避免沦为老实人 被人拿捏 内心要狠 是为了抓住机会 将优势扩大 避免错失先机 被人截胡 从古 从古至今 都是 才发狠心人 犹豫不决 过分软弱 是无法出头的 不论是看人要准 还是内心要狠 都是给 处事要稳 做铺垫 搞清楚 世道 人心的真相 也有果决的执行力 人生不就稳定了吗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 要谨小慎微 否则就容易一步错 不步错 导致满盘皆输 故事 五十六岁女人坦言 我不选择再婚 但对这种方式 却情有独钟 每个人都曾畅想 与相爱的人 一起走到白头 可生活就是这样 走着走着 就剩下一个人独活 那个陪伴自己的人 或因生活里的各种诱惑 与自己分道扬镳 或是意外事故 撒手人寰 留下一个人生活 当一个女人 到了中老年的时候 还是处于单身 就不想再找老伴了 在他们的心里 觉得自己都这个岁数了 男人娶你回家 做什么呢 这个年岁的女人 大多数的家底 也都奉献了子女 手里也就是不多的养老钱 和每月有数的退休金而已 所以 男人不可能 图你的钱 再娶你的 那么就是图你身体 还不错 还能够做做家务 帮忙子女 带带孩子罢了 很多人说 人到老年的再婚 都是彼此藏着私心 女人不过 想多为子女找些钱 男人不过 想为自己 寻个免费的保姆 真正能够有感情的老年再婚 是少之又少 而且还是可遇不可求的 院区里的安姐 今年五十六岁了 已经退休六年了 给儿子家带了几年孩子 现在孙子上学了 她就回来了 很多一起的姐妹 想着给她介绍个老伴 可安姐却说 我不想再婚 但对这种方式 却情有独钟 原来是安姐 给自己找了份保姆工作 大家都不是很理解 虽说安姐的退休金不多 也有两千多块 怎么也够吃喝的 为什么还要去做保姆 再挣份工资的呢 下面我们来听听 安姐是如何说的 也许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吧 青素人 五十六岁的退休安姐 我今年五十六岁了 老伴很多年前过世 儿子在外地也成家立业 有了孙子 前段时间 我从儿子家回来 很多的姐妹 就想给我再介绍个老伴 他们觉得人老了 还是有个伴得好 毕竟是一年 不比一年身体好了 身边有个伴还是会好些的 我知道 也懂得姐妹们是为我好 可再找个合心合意的老伴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 身边的一个姐姐 跟她再婚的老伴 最初的时候 是多么的恩爱 让我们羡慕了很长一段时间 可现在的日子 却让这个姐姐苦不堪言 姐姐说 最初的真情是很好 可随着时间的流逝 男人的一些裂根就出现了 不喜欢做家务 他子女的孩子送过来 让帮忙带 还不知道感恩 有点什么事情 就说是姐姐不上心 后奶奶就不如亲奶奶什么的 姐姐说自己的再婚老伴 只会在她和子女之间 祸心意 让姐姐现在很难做 姐姐再婚老伴的子女说 姐姐就说 为了涂她家的财产 还不给姐姐好脸色看 每次见面不打招呼 还必须帮忙带孩子 姐姐说 自己都跟她再婚了 如果去离婚 会让别人看笑话的 得不到再婚老伴子女的尊重 现在连再婚老伴 也不怎么尊重自己 只能卑微地生活 我身边有几对再婚的 也有几个是搭伙的 大多数都是女性后悔 自己当初走了哪一步 觉得再婚就是自己 拿钱贴补了别人 还要做免费的保姆 最终也没有得到善待 所以 我在没有遇到 真心真情的感情时 我宁愿选择担着 去做一份保姆工作 挣一份保姆的工资 也不去跟谁随便地再婚搭伙 这样自己的日子 过得也很舒心舒畅 我现在每月两千多块的退休金 再加上我给一位老太太做保姆 每月四千多的保姆费 我可以给儿子两千多 让儿子还贷压力小些 还能够留下些自己 未来养老钱 一举两得 我照顾的这位老太太 是我熟悉的一位老人 我们曾是一个单位的 跟他的子女也知根知底 他们用我也放心 我照顾老太太也放心 不必看顾主子女的脸色 过年过节的时候 老太太的子女都会给我按照加班算 还有红包拿 这不比再找个老伴 自己伺候着人家一大家子 最后还说我图他们家财产 再对我横挑鼻子树挑眼的强多了 有时跟一些姐妹聊天时 他们跟我诉苦 说自己再婚的情况 或者跟搭伙的老伴之间的事情 我就觉得 如果没有真心真情的相伴 真的是自己给自己找别扭 给自己找委屈受 自己守着自己的子女 有钱给子女花 留着自己养老用 总比拿去贴补别人 为别人牺牺牲自己 到最终还被说是图钱财财 再婚搭伙的好 我也懂得我们这个岁数的女人 子女大多数都成家立业 有自己的小家庭 有的老人和我一样离孩子远 一个人生活 难免会感觉孤独寂寞 可如果没有遇到真心的再婚对象 只为寻个伴儿去再婚 也只能是给自己徒增烦恼和麻烦 也会给子女带来不必要的负担 我觉得自己找了份保姆的工作 一是为了让自己打发时间 二是为自己的未来养老 再存下些钱 这样等自己真正地进入了老年 不会成为儿子的累赘 自己手里有退休金 再有些存款 那么自己就有了养老的底气和尊严 而且现在我还感觉自己不是太老 身体还算可以 能够再找份工作做 是自己福气 也是儿子的福气 更是自己的一种生活 时间和情感的寄托吧 写在最后 如今 很多中老年 单身女人 已经不再把寻找个再婚老伴 作为自己后半生的依靠 因为靠谁 都不如靠自己更有底气和尊严 生活里很多事例告诉单身中老年女人 在找老伴真的不一定很美好 很多时候是付出一切 不一定被善待 不如对自己好些 多为自己着想 多给自己存下钱更为靠谱 越来越多的中老年女性 对于一个人过日子也觉得很好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有一群好姐妹 再有自己的退休金和存款 老年的生活也会过得很舒心舒畅 故事 58岁阿姨倾诉 退休加入和唱团 却唱出惊心动魄 及时退出方为好 很多人在没有退休的时候 期盼能够早点退下来过清闲生活 可真正退下来之后 又会感觉生活无趣 觉得自己不上班了 无事可做 尤其是50多岁的女人 退休的时候 也是更年期症状明显的时期 突然闲富在家 内心或多或少都会感觉失落和孤寂 有人就会去广场去跳广场舞 跟着大家一起在音乐声中释放自己 也有人会去参加老年大学 希望通过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 来感悟生活的美好 其实不论参加什么活动 其目的就是一个锻炼身体打发时间 大家在一起闲聊 偶尔相聚 一起出游 感觉人多了心情就会好些 可现在有些人会因为这些活动 让自己迷失了方向 做出一些让别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来 院区里58岁的秦阿姨说 退休后参加合唱团 本以为是个很好的爱好 跟有共同兴趣的人在一起 心情都是开心的 可这一次几个人去度假村出游 吓得他退出了合唱团 倾诉人 58岁的秦阿姨我今年58岁了 退休了八年 老伴比我小两岁 还要再继续工作几年 才能够享受退休生活 独生女儿早已成家生子 因为女儿在外地 有婆嫁帮忙带娃 我这个姥姥就清闲了 每月象征性地给女儿赚1500块钱 说是给外孙子买奶粉的 其实就是想贴补一下女儿 我们这代独生子女的父母 就一个孩子 早早晚晚的都是孩子的 趁着孩子们需要资助的时候 补贴些他们 他们高兴我们做老人的心情 也就舒畅了 刚退休的第一年 我感觉日子过得特别的舒畅 每天自己在家试弄花草 喝喝茶 看看书 等到老伴下班后 我们一起去散步闲聊 可时间长了 自己感觉不怎么跟其他人接触 会让自己的更年期难过的 因为那时我已经感觉到了身体的变化 每天无缘无故的肩膀 或者后背酸疼 要不就是看老伴那里都不顺眼了 身边的姐妹就劝说 我走到人群里去 去跟大家一起玩 在说说笑笑里 就不会再去想身体的不适 偶尔大家一起去度假村游玩 爬爬山 吃吃农家菜 在大自然里感悟一下生活 我跟着我们社区的一个老姐姐一起参加了一个合唱团 每天上午都会在公园里练习 偶尔也会参加社会团体的演出 大家在一起 有男有女的 偶尔也会一直一起出去游玩几天 团里有几个男士自己开车 每次出去大家都商量好时行 一致这样既让自己玩得开心 也不必有经济纠纷 我跟着他们一起出去过几次 春天去采摘草莓 秋天去采摘苹果 夏天会去农家乐玩几天 这样的日子过得很轻松自在 偶尔自己心情不好了 身边的姐妹也会嬉笑几句就过去了 可去年发生了一件事情 让我反思了很久 决定还是不参加合唱团了 随着自己的心情每天去广场转转 也可以锻炼身体 不必把自己置身于这些杂事里 那是个闷热的天气 合唱团里的姐妹商量着去山里避暑 可以合租农家乐的房子 里面跟住家一样 有厨房 卫生间 最主要还有一个大院子 山里的空气凉爽 也舒畅 大家一起去那里避暑 他们商量好了问我去不去 我问老伴可以吗 我家老伴就说 你自己愿意去就去吧 不必担心他 公司有食堂 他的吃饭问题能解决 就这样 我跟着大家一起去了农家乐避暑 最初的那几天大家玩得很开心 去院子里自己摘黄瓜 西红柿 还有很多不知名的野菜 我们一起做饭 喝酒 玩得不亦乐乎 可有天 就在大家午休的时候 一个大姐打电话说 一个大哥突然发病了 让我们大家赶紧去帮忙 等到大家找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是在一家小旅馆里 那个大哥躺在床上 样子好像不是中暑 而是晕厥过去了 有人问那个姐姐 为啥到这里休息 大家不是都居住在一个大院子里的吗 那个姐姐不说话 在回来的路上 一直要求我们给他佐证 他们是跟我在一起的 那个大哥突发晕厥 我们都知道 千万不要说是在小旅馆 也不要说他们单独在一起的 看着那个姐姐的样子 我们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其中有个知情的人说 那个姐姐 你们下次不要跟我们一起了 现在没事了 如果真出了人命 我们可担待不起 后来 带我入团的姐姐告诉我 她说 我们合唱团里 有好几对这样的 属于野鸳鸯 都彼此有家有市的 每次打着一起 出来玩的旗号鬼混 我回家跟老伴 说了这个事情 老伴就劝我说 以后还是别跟他们参合了 就去唱歌 其他的活动就别参加了 都是些什么人啊 为老不尊的 经历了那件事情后 我们几个不错点的姐妹 越想越觉得 后怕 如果真出事 到时候 我们一起去的人 会不会需要给人家赔偿的呀 我可不想因为这些 让自己陷入这样的状况里 我思来想去 还是觉得退出合唱团的好 自己一个人愿意唱 就在公园里随意唱 也不必参加什么团队了 我就给自己找了借口 随后去了女儿家 待了半个月 回来就不再去合唱团了 我也退出了合唱团的微信群 偶尔也会有以前的玩伴找我 给他们替补一下人 我就随意寻找些借口 就是不愿再参加这样 那样的队伍了 做个独来独往的人 是很好的 想去跳广长舞就去 跳舞就走 不参合任何事情 也不与谁走的那般劲 这样的日子过了大半年 我感觉特别好 写在最后 其实退休后 不论选择哪项活动 都别忘记自己的初心 或为了锻炼身体 或为了打发时间 更或是为了让自己 与人多交往 这些都没有错 错就错在有些人 把这样的团队 当成了一种隐藏内心 龌龊之事的地方 不论是跳舞 还是其他活动 在这些活动里 守住自己的本性 不做背弃家庭 背叛婚姻的事情 别让自己这么大年纪了 还做出让老伴看不起 让子女嫌弃的后悔事 尘世间什么都有 唯独没有后悔药 因为在这个年纪 寻找这样那样的刺激 不是意味你找到了 人生最好的感情 而是意味着你将孤独 终老终后悔半辈子 儿媳妇喊了我三年爱 自从儿媳生了双胞胎 对我的称呼又变了 现在许多婆婆 都会帮儿子和儿媳带孩子 不过有的婆婆帮忙带孩子 出钱出力 却不落好 婆婆感慨现在的儿媳 不懂感恩 好婆婆难当 儿媳却觉得婆婆太强势 看似出钱出力 却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 也不免感慨现在的好儿媳难当 婆媳都有诉不完的苦楚 孰是孰非很难判断 56岁的韩大妈只有一个儿子 儿子结婚时 韩大妈做了一件事 惹怒了儿媳 自这以后 儿媳不愿意喊韩大妈婆婆 一直称呼她 韩大妈心里不是滋味 可又无可奈何 后来儿媳妇生了双胞胎 儿媳对她的称呼又变了 来自韩大妈的字数 我家条件不好 丈夫在我儿子十几岁那年 就因病去世了 儿子考上大学时 我感觉自己身上的担子轻了很多 我以为儿子大学毕业 我就能跟着他享福了 可儿子告诉我 他只是大专毕业 在农村老家算学历高 在大城市根本不算什么 儿子每个月的工资只有四五千 去掉吃喝 剩不了多少 儿子曾谈过一个女朋友 女方家得知儿子没车没房 说什么都不同意这门婚事 儿子将现在的儿媳带回老家时 我得知她是本科学历 工资比儿子高 心里就打鼓 担心她看到我们家这么穷 不愿意嫁到我们家吃苦 正是因为心里忐忑 所以儿媳第一次来我们家时 我拿出了我最大的热情招待她 让我意外的是 儿媳没有嫌弃我们家穷 她说我好相处 对她好 她愿意嫁到我们家 那时候 我高兴得一夜没睡觉 但是在儿子和儿媳商量 结婚事宜的时候 我却不看好这门婚事了 儿媳家里条件不错 又是独生女 可能被家里人宠坏了 性格有些矫情 她给儿子打电话 儿子必须接 她生气了 儿子就必须道歉 我感觉儿子在她面前 抬不起头来 就劝儿子和她分手 她性格这么强势 我可不想让我儿子受委屈 儿子把这件事告诉了儿媳 儿媳知道后很生气 两人闹了别扭 好长时间不联系 我以为他们分手了 谁知后来儿子主动道歉 两人又和好了 儿子还催我赶紧定结婚的日子 儿媳嫁到我们家当天 改口时不情愿地喊了我一声婆婆 自这以后就再也没有喊过我婆婆 晚上吃饭时 儿媳想喝水 又不知道茶瓶在哪 就问我 哎 家里的茶瓶放哪了 儿子觉得儿媳这么不礼貌 数落了儿媳两句 儿媳不满地说 她不是不想让我嫁过来我来吗 既然她不想做我婆婆 那我只能称呼她哀了 儿媳很少和我说话 实在需要说话时 就直接说事 我要是不理她 她就喊我哀 我不想和她吵架 只能忍着 儿媳不想和我住在一起 所以婚后没几天 就搬到娘家去住了 她爸妈有两套房子 其中一套给了她 儿媳自从搬走后 从来不和我联系 过年的时候和儿子一起回来 要么在卧室玩手机 不吃饭不出来 要么就出去逛街 一整天都不回家 儿子劝不了她 只能安慰我别生气 虽然儿媳不礼貌 但是对她还不错 我不忍心让儿子离婚 只能不和儿媳一般见识 儿媳怀孕时 我并没有打算去照顾她 但是儿子告诉我 儿媳怀了双胞胎 儿媳的爸妈要上班 没办法照顾她 她只能让我去了 儿媳怀了双胞胎 我心里很高兴 也知道她怀两个孩子不容易 就硬着头皮去了 我平时就负责在家洗衣服做饭 打扫卫生 儿媳妇不和我说话 我也不搭理她 有时候我在家收拾东西 儿媳找东西找不到了 会问我放在哪里 但是她每次问的时候 都是 哎,你把我东西放哪了 我听到儿媳妇这么说话 心里很委屈 我好心伺候她 给她做饭吃 给她洗衣服 可她连对我最基本的尊重都做不到 有一次 她想找一双白色的运动鞋 却怎么都找不到了 她问我 哎,你把我的白色运动鞋放哪了 我没理会她 她又说了一遍 哎,你把我的鞋子放哪了 我和你说话 你没听见吗 我不满地说 我又不叫哎 我怎么知道 你和谁说话 儿媳妇说 这家里只有咱俩 我不和你说话和谁说话 我没理她 拎着垃圾就下楼了 我以为自这以后 儿媳应该不会称呼我哀了 可是当天晚上 儿子下班回来 儿媳就向儿子告状 说我给她甩脸色了 儿子来找我时 我告诉儿子 是她先喊我哀 我才生气的 儿媳怎么不喊她妈妈哀呢 她明显就是缺乏教养 觉得我好欺负 儿子知道我受委屈了 又回去说了儿媳几句 谁知儿媳竟然生气了 抬手就打了儿子一巴掌 说我儿子是白眼狼 房子是他的 车也是他的 儿子有什么资格数落他 儿媳越说越生气 又提起他们结婚时的事情 边哭边打儿子 还说要不是我儿子 对他死缠烂打 他才不会嫁给他 得我看到儿子挨打 心疼得不行 就赶紧拽住儿媳的手 让他不要再生气了 有啥事 忍一忍不行吗 儿媳妇这下更生气了 她一把推开我 指着我的鼻子哭着说 你给我滚 谁家有你这样不讲理的婆婆呀 儿子和儿媳生气 你不恕落你儿子 反过来拽着我 劝我忍一忍 儿媳数了我 惹恼了儿子 儿子给他岳父母打了电话 让他们把儿媳接走 当时儿媳坐在床上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亲家担心儿媳怀着孕 哭得这么厉害 对身体不好 只能把她接走了 第二天 亲家母来找我 她先向我道歉 说儿媳不该称呼我爱 更不该让我滚 是他们把儿媳宠坏了 才让儿媳这么没礼貌 不过亲家母又说 我们住的房子和儿子开的车 都是他们买的 我作为婆婆 没有出过一分钱 如果我再不懂得包容儿媳 我这个婆婆还能做什么呢 我这才明白 儿媳为什么不愿意喊我婆婆 或者喊我妈 因为我没有养过她 没有给过她钱 对她也不好 她就算喊我婆婆 也心不甘情不愿 当天 我就和儿子 一起去亲家那里接儿媳回了家 儿媳不想让她爸妈担心 就跟着我们回来了 但是她对我的态度更差了 家里的东西找不到了 她宁愿重新买一个 也不愿意和我说话 我告诉儿子 一定要努力挣钱早点买上房子 这样我们就不用在儿媳面前低头了 但是买房子 哪有这么容易呢 儿媳怀孕六个月后就辞职了 儿子一个人赚钱养家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好在儿媳知道节俭过日子 很少出去吃饭 逛街的次数也少了 随着月份越来越大 儿媳妇的身子也会越来越笨重 走几步路就要歇一会 晚上也经常休息不好 睡一会就醒了 一夜要去好几次厕所 夜里我听到儿子打呼噜 和儿媳冲厕所的声音 突然有点心疼儿媳妇 如果不是为了我儿子 她何必这么辛苦呢 说不定她嫁给比我儿子有家的家庭 过得会比现在好 我心里愧疚 对儿媳比之前更伤心了 我出去买菜的时候 也会顺手给儿媳妇买些水果 儿媳怀孕后期 吃饭有些挑 她怕自己吃胖了 我就多买些青菜炒着吃 儿媳还和以前一样不搭理我 我也不生气了 儿媳生产那天 我和儿子还有亲家 他们都去了 儿媳生了两个男孩 我和亲家都很高兴 我忙着照顾两个孩子 亲家母忙着照顾儿媳妇 儿媳妇坐月子时 都是我一个人照顾 我买菜做饭的时候 儿媳妇就一人带两个孩子 这个孩子哭了 他还没哄好 另一个孩子又哭了 有好几次我买菜回来 发现儿媳妇抱着孩子一起哭 我感觉他情绪不好 孩子满月后 我出去买菜 就抱一个孩子出去 这样他就不用照顾两个孩子了 有时候儿子下班了 儿媳让他带孩子 他说他上班累了一天了 不想抱孩子 我就数落儿子不懂事 他上班再累 也没有带孩子累 儿媳妇带一天孩子了 让他抱一会是应该的 再说了 儿子跟他姓 他若是不带孩子 儿媳凭啥带 可能是我懂得心疼儿媳 也知道帮着他说话了 他对我的态度 慢慢有了缓和 有时候两个孩子都睡了 我们还会一起讨论 哪个孩子性格好 哪怕孩子爱哭 有时候说着 说着我们俩就一起笑了 孙子八个月大时 开始吃辅食了 我在厨房给孩子 蒸鸡蛋羹时 突然听见儿媳喊我 妈 鸡蛋羹好了吗 两个孩子都饿了 我愣了一下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儿媳紧接着又喊了一句 妈 你听见了吗 我忍着眼泪说道 我听见了 别着急 马上就好了 我回答完儿媳的话 眼泪还是不自觉流出来了 可我心里高兴啊 儿媳妇终于不喊我哀了 我擦干了眼泪 把蒸好的鸡蛋羹端了出去 我心里感动 对儿媳和两个孙子也更好了 如今两个孙子已经三岁了 我和儿媳因为带孩子的事情 也有过矛盾 但是我不会说难听的话 儿媳也不再喊我哀了 如今我才明白 儿媳之前 不喊我妈是因为我对她不好 后来我对她真心实意的好 她才原谅我 改了对我的称呼 好在我愿意改变 她也愿意原谅我 所以我们的关系 才会越来越好 其实 婆媳相处很简单 只要真正把儿媳 当成自己的亲闺女 一样对待 自然会得到儿媳的尊重 好 好 好